今天又到了星期五 今天我又會跟大家分享些什麼呢? 其實我還記得很久之前 我有跟大家分享到Trendy的提示 你如何make and match 你如何踩衣服 有什麼條件 所以其實那個影片 我好像是做過兩個影片 之後我就沒有再做過 我看到其實依然都是有些觀眾 只是想多一點了解一下自己 到底如果我 比如說我要出街 我應該如何穿衣服 如何配襯衣服 才可以配襯我自己的風格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另一個風格的Trendy提示 所以今天就是 因為每一次你 比如說你要出街 或者你去見影 也好其實你也可以試一下 由顏色下手 看看你今天穿什麼衣服 就配襯什麼衣服 所以今天我的主題就是賣色 然後一會兒我會做一個示範 就是如何用賣色的一系列 你如何去配襯衣服 OK? 所以現在我就為大家示範 教你如何做Mix and Match的衣服 今天我的系列就是賣色的系列 那應該如何配襯衣服呢? 所以這個就是我今天 為大家介紹的Mix and Match 那怎樣看呢? 就是我主要主打是賣色的 賣色呢? 我就選了一件賣色的Jumper 所以裡面呢 我就會配襯一件青色的衣服 其實隨便 最重要就是 你要配襯一件青色的衣服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 Greenlander 因為我的歐洲 在馬國裡面呢 不是 在DC 不是馬國 說錯了 在DC裡面呢 我是很喜歡Greenlander 所以我就買了一件 Greenlander的衣服就配襯了 所以至於褲那方面呢 就是 我就選了一個 Maroon Color的長褲 因為我發覺到其實 這個Maroon Color的長褲 其實是很配襯我們這個 賣色的Jacket 和很配襯我們的 這個青色的衣服 所以至於鞋的話呢 其實你也可以配襯這個 這個Jacket的顏色 比如說你可以配襯一對 賣色的Boot 賣色的Boot 一對的 或者你可以配襯一個 比較Duck Brown Color的 這個Boot 都可以的 我覺得 你這樣穿 其實你穿上去 看上去 你會感覺到 你整個人 就是很 怎樣說呢 就是 你好像很接近 大自然 因為其實我選擇 這個賣色 很接近大自然 比如說 這個賣色 這個青色 其實是很接近 大自然的色 最重要 最加上就是 如果我穿一對 賣色的Boot 或者Duck Brown的Boot 就已經是配襯了 所以我這個顏色系列 是比較大 錢的顏色 所以今天呢 就是我為大家示範 我怎樣配襯 這個賣色系列的 衣服 就是賣色系列的 一個Mix and Match的 一個trendy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 喜歡我這個Mix and Match 所以如果你們 這次說 我今天的一個分享 其實可以給你們做個參考 所以你們可以知道 下次如果我見過一些朋友 或者我出門的時候 我應該怎樣做是OK的 所以如果你們喜歡我這個影片 你們可以按LIKE 如果你們有什麼意見的話 你們可以在樓下 留下你的好信 然後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你們可以Subscribe到我的頻道 所以我的頻道是 側田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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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人都是說錯的 側田有你 側田有你 所以除了Subscribe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你們可以Subscribe我的頻道之外 你們一定要記得 就是按鈴鈴 按鈴鈴 你就可以知道我所有的影片 所以今天的分享到此為止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Bye Bye